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早早上大概是十點鐘左右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香港都停了 有不少的地方都有悼念江澤民的默哀三分鐘儀式 然後大家會站定定坐定定去看這個追悼大會的直播 當然包括這個政府的部門 醫管局 不少的學校 社區中心 在全香港遍地開花的悼念 有人形容為北韓式的悼念 在我記憶裡面是前所未有的 無論是九七前九七後 九七前也有中國國家領導人細細 毛澤東 九七後也有 不止一個 都沒有類似的悼念儀式 今年是第一次 大家都知道明白為什麼 因為北京要厚撞 江澤民 我昨天也解釋過 為什麼會厚撞他呢 有很多 今上的政治的考慮 於是香港就要緊跟 有時緊跟都很荒謬 情況 有很多的細節 拿出來講 就沒有辦法 不跟北韓做一個比較 譬如今天我看到新聞 網上新聞就說這個 金銀業貿易場 就一開始九點鐘的時候 明鐘開始 本來就 大家穿著一件紅衣 我覺得很俗 無論是金銀銀 沒什麼所謂 就是 叫價 但是一開始就停市 要默開三分鐘 大家穿著一件黑衣 黑胎 然後就 螢幕就打著 沉通悼念 目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有個菊花在 沒有他的樣子 就藍藍色 深藍色 然後就停了交易 三分鐘 三分鐘後就恢復 喊價 但這是好形式主義的 電子交易就沒停過 喊價就停 大家就 穿黑衣 打黑胎 戴著白色口罩 低頭 悼念 墨哀三分鐘 這個就是表態 大家看到 不單止這裏有表態 你看到社區中心都有 18區 都有直播江澤民的追悼會 媒體到這些社區中心那裏看 例如是西環 西營盤 有200人 到場 不少 大部分都是 中年以上的長者 有些老人家 去到的時候 民政署就向出席者派這個白色的琴花 十點鐘追悼會 大概有七成 以這個中年 及長者為主 穿著這個黑色的 上衣 大部分都是有些有便服 然後就 接著就 播過追悼會 但一度就 斷了 不知為什麼 有些長者就說 站了很久 很累 站到很累 哎呀沒有想過那麼長 這樣 不聽得明白 他講的普通話 不知道他講什麼 然後就 那些人問 為什麼你來啊 你對江澤民 前主席有什麼評價 我真的不懂這些東西 不了解啊 我幾十歲了 都有點傷心的 始終都是國家領導人 他那麼厲害 另外一些 有個七十幾歲 就說我是因為愛中國 而來的 你倒詞最深的一句是什麼 聽的時候就記得 你知道我這年紀的 複述翻是很難的 有道理 我有時都會這樣 心情很沉重 能夠堅持聽完 重溫江澤民的事跡 這樣 我們都是帶著愛和深切的懷念 而來的 這個都很好 都是讀書書 表達得不錯 這個就是在 十八區有的 那這一幫人 為什麼會來呢 當然 你說是他自費又得 會不會有動員來的呢 香港有那麼多個社團 外國社團 你找二百人來的 有什麼奇怪的 各區找二百人來的 一個場面都很好看 你看得到 無論效果是什麼都好 即是 年輕人要上班 學生要上學 在學校裏面做 唯有是退休的老人家 要給他一個場面 別人看 文政局要做出來 就是告訴他的主子 我做了事了 然後告訴 最重要是什麼呢 與全國同胞一道 即是一起 悼念這個全國家主席 其實對他有什麼 即是看法的呢 其實真是 你問香港人 除了 知道他是會講英文 有時會唱歌 媒體都播出來了 唱這個畢業歌 會罵一下人 Too simple and sometimes naive 就是比較有 鮮活的鮮明的性格之外 你說他為中國做了什麼 為香港做了什麼 來過香港幾次 等等之外 其實 沒有什麼 是吧 另一些媒體就說去到這個 不同的社區會堂 包括壽茂平 三百市民 然後呢 八成是長者 穿黑衣 戴白色口罩 習近平講 港字道詞 講很多啦 江澤民在這個 八九年春夏之交那場政治風波 其次鮮明地反對動亂那些 因為站得太久 然後就有些人腳軟 有些人要站著看 有些人要坐著休息 然後就叫他 不要著這個響鬧裝置 手機的 聲音呢 電話打來就此起彼落 可能就 找媽媽找爸爸 孝順仔孝順女 那 所以 就是這樣 很形式主義 跟大陸那些很不同 我就想說學校 在網上就瘋傳有些圖片 有間中學 有間中學 你看得到呢 創之中學 創之中學 我不太知道 有八百多個師生就進去 這個禮堂參與這個特別組會 首先就由教師介紹江澤民的生平 接下來就在禮堂裡面就升國旗 升到最頂就在下半旗 10點鐘就播這個北京追悼大會的直播 然後師生就一起 與全國同胞一起 一度 就默哀三分鐘 然後追悼大會宣佈向江澤民為召三鞠躬 禮堂的師生一起 就向直播的視像 三鞠躬 要求教職員今天 穿這個 素服 上班 校長就形容 這個叫 黃晶蓉 這個是愛國教育的難得機會 希望透過悼念 讓學生明白中國和香港關係密切 同聲一面旗 同唱一首歌 真的 這些 說出來 都不怕起雞皮 他說近日舉行展覽 會在校內電視播放江澤民的生平 相信學生對江澤民有基本的認識 希望他們直指 學習偉大國家領導人的貢獻 學不到 學不到 問過中五的學生 對江澤民的認識不是很多 但是他在世之前 出生之前 應該是二十多年前 已經 不在位 我出生之前做過很多事 形容默開的時候心情沉重 尤其是記得江澤民親民 風趣 幽默 願在人前 展示唱歌 和彈琴的才藝 這些學生 至少聽父母說江澤民 知道是一個中國重要領導人 有份協助港澳回歸 悼念是發自內心的 當學生 當主持帶領默哀的時候 眾人悲痛的心情 隔著螢幕都感受到 你敢不敢感受到這個學生的感受 不單止 媒體還拍到 有學生在這個悼念的過程裏面 心情激動 用隻眼 用隻手來抹眼淚 低頭飲泣 然後也有老師 在現場 一不成聲 戴著口罩 你看到他一不成聲 令到 與會者 很悲痛 然後就 在現場哭 我看完這些新聞之後 我感覺 我為什麼說是北韓式 當然 他們沒有北韓的那麼誇張 北韓 這個都是傳來的 沒有人能夠證實 就是這樣的 大家一定要 無論是軍、民、 幹部、黨員 那些一定要哭 你哭得不夠 哭得不夠 傷心 對於這個領導人的悼念 的儀式 你就是表示你不夠忠誠 你不夠忠誠 一分鐘 就會算帳 不知道什麼決 豹決 犬決 所以有些人 有些說法 要扔口水在手上 因為沒有眼淚 然後塗在自己的臉上 口很容易有口水 眼就很難有口水 這麼容易有眼淚 要鏡頭拍出來 呼天搶地 徐竹 頓 徐空頓 頓竹 即是 扔心口 踏地 以時心情很悲痛 死老爸 香港就沒有那麼誇張 不過我就不明白 我想不通 江澤民雖然來過不止一次香港 這個回歸大典的時候又來過 又七一的時候又來過 平日的七一 又去過這個 不同的地方 屋邨 他跟香港人的關係 是否足以令到 香港的 年輕人 年輕的學生 年輕的老師 這個哭得很厲害的老師 都很年輕 是可以在這個悼念的儀式 裡面 他想起什麼 想起江澤民什麼 會哭得那麼傷心 當然我不能夠 我不認識他 我沒有問過他 是嗎 我又不能夠這樣懷疑 他就是北韓式那種 哭了 是假的 我也不能夠這樣去判斷 但是我是不明白 我是提出疑問而已 好像小豪子說的 不明白就問 不明白是問 不代表居心不良 不明白就問 哭什麼呢 為什麼哭呢 足景生情 傷心落淚 哭什麼呢 唯一 未必一定是唯一的 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 好像中國大陸 你知道 也有很多人 去沉動 悼念江澤民同志 同志不是一定是同性戀 同志就是 comrade 共產黨員經常都說的 你是共產黨員就叫同志 但是 非共產黨員裏面 你又用同志的話 你又覺得有點奇怪 大陸的人是怎樣呢 拿光澤民生前 剛才說的那種風趣幽默 英文彈琴唱歌 才藝出眾 罵人的那些片段 出來 做一個比較 那個比較就是 雖然香港 你這麼高規格悼念 一分鐘就是擦錯鞋 是吧 這個 想拍馬屁 不知道拍到哪裏 去比較今天 當年 叫做一個相對 寬鬆一點的環境 大家一起賺錢 大家一起貪污 可能是 現在也有很多貪污 大家都可以一起講一些 擦邊球的說話 不是全部一講完之後 就有這個 國保國安上門找你 大家可以比較用一個 寬鬆一點的環境 自由一點的環境 去 都不是暢所容然的 講多些東西 但是到今天 為什麼要講 當年說的 就是會來的 懷念說的 除了跟今天的 今上 那種古板 有時候會撒氣騰騰 經常強調鬥爭 要善於鬥爭 勇於鬥爭 於是就不單是鬥別人 鬥自己人 那種比較之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 那種環境 在 經濟上面 在自由上面的環境 做一個比較 那如果 那些人傷心就想起 他成長的年代 好像什麼都說得下 當然有些禁忌 今天什麼都不可以說 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從一個比較的話 我不知道這位老師或者這些同學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傷心落內 我又覺得不是 因為他們不夠老 他又不是生活在大陸 那我就想問 你哭什麼 你為什麼要哭呢 那如果 這位老師或者這些同學 或者知情的人 看到這個影片的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老人家 那你可能會知道江澤民做了什麼 不過你站到腳軟 看他追蹤會 你為什麼會去社區會堂 那麼神侵呢 學生 老師 你們為什麼會哭呢 這個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一個迷 我又不敢 一句一桌高打完 這個是北韓式 但是 這種 傷心落淚 的感情 從哪裡來的呢 這一點我就覺得很有興趣知道 好嗎 告訴我 好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口發的channel 我們談到這裏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